桌上籌碼最少的只剩下15個BB 那他今年也被傳奇撲克簽約了 可是他同時還保有了PartyPoker的合約 所以 真的是 有能力有實力 就會有很多的機會 然後我們的Backhawk 原本是短碼 結果他剛從Briant Kenny的手上翻倍了兩次 我們看到我們的Cook在 遊戲機加一的位置加注16萬 目前我們還不能看到選手的手牌 並沒有任何人反抗他直接拿下了底池 我們可以看到的 而Kenny是 他的裝扮是非常的軌調 今天又一次 祭出了他這身黑色的裝扮 是類似斗篷的連帽衫 大大的帽子 把他的所有表情 都遮住了 那這邊我們看見 Wayne Bankhawk在 插口尾 拿這一對酒加注到16萬 一起不拍 很簡單 Kenny 這就是時間 回復 他們說這是Briant Kenny報仇的時候到了 我祝福不得到手 不要強迫我 祝福不得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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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一個UT級的加注 大家都顯得異常謹慎 並沒有用一些邊緣的排力去抵抗 那麼來到達芒位 一手K10銅色 一手K10銅色 那這個翻牌是GOL86 那在這個面上 Wayne Bankhawk 暫時是領先 他有買花 然後呢手持一堆酒 那兩位玩家都選擇了GOL86 在轉牌上 這邊Wayne Bankhawk 拿到了他的Flush銅包 這裡來看的話 讓在不利的位置 也並不太有利的牌面 應該不會對這個底池有所欲望 他應該是直接放棄 對 這裡面對前置衛的三條街過排 無論Kog是做什麼動作 不管是过牌还是下注应该都能直接拿下底吃 那Cock在这边选择下注20万的积分牌 在简单的一番四手之后 需要选择气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边我们现在暂时盲出是4万8万 前注也是8万 那我们看见Ivan6在UTG的位置上 用了10和不知道我们什么牌 在枪口外加注到20万的积分牌 那应该出点小问题 我们应该可以看见他另外一张底牌 那这边是到Brenkenny 这到Soyza做Action 他手持的是K-Go 那他在这边做了一个Rerace 他再加注到60万 打得非常的激进 我们知道K-Go杂色这是一手极其容易被支配的牌 特别是面对枪口位的加注范围 那这里可以看到 那他装华为的Greenwood是拿到了一手TOPRINT 依照他的风格我觉得他这里会选择一个4BET 那他当然也是从马量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直接做了一个AK是不可能弃掉的 对直接做了一个4BET ALL IN 那我们希望看一下Ivan6底牌是不是一对10呢 他在这里思考那么一定是一对10了 因为任何的带10的其他组合都没有办法在这里进行面对一个4BET的思考 对20个VB他应该会弃掉A10 那不要说是其他的 那所以他在这边觉得是套吃了 对他这里是做了一个3B之后他套吃了 在进行跟注之前他自己也说了 所以他说我并没有持有一手非常好的牌 但我还是得扣 这就是基于数学的一个跟注 他这个牌面也对所有长没有任何帮助 现在他需要的ALT也只剩三个钩 转拍还是没有帮助 那在这盒牌我们看见Greenwood Double到三百三十万的筹码了 J Greenwood今天熬了一天 他从大概泡沫器前面只有剩十个大忙 现在打到现在好像变成筹码非常健康的一位玩家 那这也是有耐心玩家打德州的优势 那我们看见Sam Greenwood现在变成这个决赛桌的chip leader 拥有三百二十五万的积分牌 那接下来是三位马来西亚的玩家 Wen Bangkok, Ivan Liu跟Michael Seuser 然后呢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许亮 Bren Kenny还有Jason Kuhn 现在的盲注级别一般是四万八万 钱注八万 那我们看一下奖池分配 在第一名是拿到一千一百十五万的港币 然后呢现在我们初局的玩家 可以获得一百八十六万港币的奖金 那这里Bren Kenny她垂头上气的感觉 我们有看见她刚才好像从马量是四百多万 然后被Bangkok win double了两把 好 一跃成为我们场上筹码领先者的Greenwood 开始利用自己的筹码 在靠后的位置去做一些主动的进攻 这个就是高手的策略改变 在不同的筹码量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范围来开持 当她的后手只剩一百多万的时候 她是绝对不可能用勾四同色这手牌 在COA去做一些激进的动作的 对我们看见她打得非常紧在翻盘前 她维持有十五大盲左右的时候 那现在她是这桌的筹码领先者 所以她选择用圈四同花的牌在Cutoff加注到19万几分牌 那Ivan在这里选择用勾七的牌做了一个call 这个翻牌对于大王位玩家来说是比较的相关性比较差 而我们的Greenwood是击中了敌对 看看她这里是否会做一个小额的CBET 做了一个十二万五千的CBET 那应该是很轻松的拿下这个底池 在经过了一次翻倍之后 一跃成为我们场上筹码领先者的CM Greenwood 对这场比赛现在我们是进入FT的状态 现在赛场上还是很齐位玩家 那这是一个五十万港币满路的六人短桌的长牌 那我们看见Michael Soyser在这里在枪口位拿到了一对圈 加注为18万的几分牌 那这里是早遇到了一手cooler 这是我们说的classic coin flip 就是非常标准的投影币 拳拳跟AK 在两位的后手筹码都不足30个大忙的情况下 这手牌势必是会在翻前打光的 那他在这边加注到47万五千的几分牌 那在这边回到Soyser 他应该会直接推个OIN 那我们就要看这幸运女神是今天在在谁的那边呢 那这是OIN 秒扣 那对这些直接玩家 这玩家来说是一个很standard的情况 这手牌两位玩家的筹码量是接近的 当遇到这样的骷髅的情况下 那么这手牌翻硬币的结果将直接导致我们Final Table 第七名出局的玩家可能是他们两个的其中之一 因为如果许亮输了这个翻牌 那么他将被直接淘汰 而如果Soyser输了这个翻牌 那么他也将只剩下 导导无几的筹码量 对大概只有两个大忙的筹码量 所以就再一点点 对 两位的成败比目前对调了一下 许亮微微领先 好转牌 对Soyser来说 这是还是安全的 那这边我们看见许亮的 依然有13张奥 还是有30% 对我希望和牌能发出一张 一把汗 那非常的遗憾 我们的场上唯一的中国选手 许亮是 遭到了淘汰 非常的可惜 在最后一手牌的处理上 他没有做任何的错误 我们看见这个比赛上许亮的表现非常不错 那他也是我们中国顶级的玩家 出局为第七名 然后呢 今天是186万港币的奖金 这个是2.1 Mikey Mikey 1.5 1.7 1.9 2.1 2.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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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便我们的许亮被淘汰 也依然恭喜他 打进了这场比赛的最终标 并拿到了186万港币的奖金 希望他能在之后的比赛中 得到更好的成绩 那现在我们看见 Soyza 又在此是我们这个比赛中的积分牌领先者 那他也是我们去年整个亚洲GPI排名最高的一位玩家 他暂时有这比赛里30%的筹码 看到他赢下了这首反应币之后 心情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这个来说他一生中是一个很大的flip 这个奖金每次有一名玩家出局就会跳很多 对这是一个高额的money jump 好可赛的魅力与刺激就在一起 这里我们的mangkok又拿到一首比较好的k圈铜色 在后职位加注16万 可以看到几名玩家的手牌都不是很好 所以啊选择放弃他的无二杂话 那这边马克罗瑞瑞瑞他现在手持有56个大盲 接下来就是来自加拿大的Sam Greenwood Wenberghawk 然后Ivan Lill Bren Kenny 然后Jackson Kuhn呢 暂时是我们决赛桌最短买的玩家 手持有97万积分牌 对 目前比赛来到六人桌 那么在六人桌 Jackson Kuhn的12个大盲的动作在翻前 应该是比较难有一些其他动作 基本上只有All-in和Ford的选项 那么对于他这样的顶级玩家来说 在各个位置用什么范围来进行一个拳压 想必是已经了然于胸 那我们看见这边Sam Greenwood 他在枪口位拿到A勾统花的牌 加注到17万5000的积分牌 那这里大盲的Kenny拿到K5统花的牌 做了一个跟注 好 在这里大盲的玩家是拿到了顶队 选择过牌 选择过牌 Greenwood做了一个小的C-Bet 在47万的敌持里面下注10万 选择跟注 在前之位他选择非常谨慎且标准的过牌跟注 那转牌带来了一张梅花2 这边Brain Kenny选择继续过牌 Brain Kenny并没有在前之位过于激进的游戏 就是他的顶对弱踢脚 这是由于在他位置不利的情况下 面对后置为优秀的激进玩家 你需要保护你的手牌的show down value 有多强的牌力就有些多大的敌持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策略 那这边我们看见Greenwood慢下来的节奏 在转牌上选择过牌 然后呢合牌带来一张八 这边Brain Kenny作为大盲位 然后呢这个他应该知道现在 自己是最领先的一位玩家 你看看这里会下注多少 370 那他说了是37万几分牌 一个超过半尺的下注 三Greenwood在这里的A勾同色 其实还是领先大盲位的50%的范围 那他会考虑到Brain Kenny在这里有可能有圈勾的组合 这种在翻牌的时候买卡顺 对 面对这条line 他选择放弃他的A勾 可以看到我们的Greenwood是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棋牌 值得一提的是 Greenwood在今年2019年POY的排行中 在第一周 开年的第一周 是凭借着他在巴哈马PCA系列赛的四个前圈的优异表现 占据过全球第一的位置 分别是在多场的豪客赛中拿到前圈的成绩 并且得到了一场10万美金买入的豪客赛的冠军 为他的生涯奖金 带来了额外的177万美金的收益 非常的强悍 那这也有可能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看见Sam Greenwood 跑到这里来参加传奇扑克比赛 Bankroll 胖了 他的Bankroll一直是 一直是非常的丰厚 当然就是这个 传奇扑克 超级豪客赛 主赛买入是非常大的 是200万港币 那也是我们后天会帮观众朋友们播放的 那这边Soyza在装位 加住为18万几分牌 然后呢大忙的Greenwood 拿到14童华的牌跟住了 在这里 在这里 他依然可以做一个小偶的C-bet 在这里 他依然可以做一个小偶的C-bet 可能会在10万到15万左右 做了一个16万的下注 那直接是收下了底吃 近年来我们会开支世界顶级的几个Pro 然后手上任何两张铜花的牌 在大忙位都会跟住 特别是后面位置的家主 他们一般这种牌都是不会放弃的 对 越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的玩家 越是会捍卫自己的忙住 特别是面对后置位的家主 他们几乎会捍卫一个非常非常宽的Range 那这里 Soyza拿到圈八 杂花的牌 在Cut-off位 那因为他有 筹码的优势 他选择这里加注 加注为18万 所以大家的一个开支直接是得到了大家的放弃 Kun 中国名字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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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T variance on Kun Kun I don't know where I'm from I've no idea %. EE 他说 他的祖宗都是各国家混合的 是一个超混血儿 那这边 So is a hijack way 拿到A8 加住18万的几分牌 那这里Cut-Off为Brenkenny拿到K-go 那他现在也知道Michael So is a hijack way 拿得比较激进 他的这副造型把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管理的 隐藏得非常好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上面写着Kenny的话我根本看不出他是谁 对 做了一个3BET 那他这里加住到475,000 我们可以发现之前Soyza也做过在后置位的情况下用K-go砸色这手牌做一个3BET 那这里Brenkenny也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一流的顶级玩家的成熟体系里面他们觉得拿K-go砸色这手牌在有力位置的情况下面对中间位置的加住做一些3BET是有力可图的呢 对 一定是 而且他们手上有张K-go也是不错的blocker 对 因为如果这手牌是选择跟住进去的话 往往会遇到能主导他的一些牌 像S-King或者A-go 可能是翻前做一个3BET 把翻前主导者以及排力的提升的形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可以有助于去弥补这手牌 在面对一些被主导的情况下 演示他的弱踢脚的一个事实 好ereensi 现在算是1%但是可以核心的话 我們要記得這時六人做的比賽,所以槍口位實際上是一個Lowjack 對,這裡在小盲位置,兩百萬積分牌 Ivan Liu是在小盲位,現在沒有位置的優勢 在這裡25個大盲左右,可能會直接選擇All-in 果然,他直接選擇All-in 那對於一對三來說,這個All-in是搞不動的 對 因為他這裡可以推出來的範圍裡面包括比他更大的對峙 並且由於他是在目前的槍口位開持 那麼他也是知道面對對手的這個範圍,他的一對三是遠遠落後的 那大家有問為什麼馬來西亞的玩家會說廣東話呢? 這馬來西亞的玩家都會說 一般他們會說國語、廣東話跟福建話 還有馬來語言 對,這是有一些歷史原因 對,然後奇怪的就是Soyza只會說英文 他就是我認識馬來西亞當中會說英文的一個馬來西亞人 我認識一個馬來西亞國籍的長輩 一個也算是我的忘年交好朋友 他也是跟他們一樣 雖然是馬來西亞人,但是國語和廣東話講得非常好 據說是由於他很小的時候,遭遇戰亂,所以顛沛流離了一段時間 最後在馬來西亞,暗定下來 然後看見這邊,槍可威的Brain Kenny 有Ago的牌,加注到24萬的積分牌 然後呢,這裡Banko Kwan 他拿了一對三,再加注為50萬的積分牌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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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牌对于两位玩家来说是个战斗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这里虽然在合牌击中了一对二 但是Brenkini也应该知道 面对对手在turn上的跟注范围 这张合牌的二是 有和没有差不多的 那这边Brenkini他剩下的重网是比这个底次多一点 他选择过牌 最后牌又让他损失了59万的几分牌 超过四分之一 这张合牌 傻瓜 6-hander 整個招牌是6-hander 6-hander,那是很棒 是嗎 是嗎 是 是 是嗎 我給了Ace Ace blocker Ace3是你的手 不應該去 Soezu在這裡拿到了8-7砸瑟 在裝位,這是一手一定要玩的牌 他做了一个mini race 希望用他的位置优势 去跟抵抗的玩家游戏一个翻后底持 七把杂色这种牌 在具有位置优势情况下 是具有非常高的可玩性 这种牌是在他的防守范围里的牌 我们可以看到Soyza是拿到了顶两队 在天花面 我相信他依然会做一个CBET 在买顺买花的面上 他这里是可以选择做一个大的CBET 或者依然是保持频率做一个小的CBET 看他如何选择 做了一个18万的CBET 那Greenwood在这边他如果想买花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花买到了也只有是FOR HIGH 对 他手上的一张方便太小了 对 这张丝花有点太小了 他选择做了一个CBET 那这边一个圈也是他的L 也不是他的L字 他这边只用可以买花 才可以一下顶持 可以看到 蹭上来了一张方便舞 那么为Greenwood带来了花的同时 甚至还有一个方便6的NAT抽牌 这里两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这Soriza重牌的几率真的非常高 这是一首让后置位的Soriza非常定心的一首牌 Greenwood在这里拿到了一首四花 在没有位置情况下 这的确是一首非常难处理的牌 如果我是在这个位置 我会对对手的范围非常的迷茫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大还是小 对手在Flop做了一个标准的CBET 在TEN上选择CHECK过牌 那他这里应该是选择BET4了 做了一个25万的下注 如果我是Soriza 我会在这里加注到80万 80到100之间 现在的池里是有116万的筹码 那大家关注朋友们 这是长牌的德州扑克 所以在这里葫芦是大果花 果然是80万 他加注了一个80万 他得到了一次轻松的棋牌 我们看见这就是传奇扑克这次比赛的奖杯 非常漂亮的 Triton的标志 非常漂亮的 Triton的标志 他在Hijack我也拿到了狗士杂花 他在Hijack我也拿到了狗士杂花 这个大芒的确是一手在范围里的牌 在Hijack位只剩下8个BB左右的球马量 我应该会推7、8S以上的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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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推7、8S以上的牌里 我会推1 你应该会推7、8B 我应该推7、8B 我应该推6、8B 我应该推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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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推7,8B 我应该推7、8B 你应该推7、8B 根据SnapSolve软件的推7、8B 我应该推7、8B 我的感觉好像并没有错 的确是在high track位置 拥有7.5个大毛 是推78S加的牌 78S,89S,T8S,GO8S,全9S,全GOO 22加 那这里Jason Quinn 在枪口位,O-in,全10 然后呢,这里Soyza在high track位 拿到了一对4 再考虑要不要扣 那Jason Quinn在这边 现在是10个大毛的O-in 那这里有看见Brain Kenny 手持的是一对9 也是非常大的底牌 然后看见这里是45 54 这两队的硬力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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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赢、赢、赢 这是一个很棒的状态 我可以看到在UTG的位置 圈是同色 圈是杂色 是一手挺边缘的 那浮现我们在这里开局Jason Quinn 淘汰出局 然后呢Brain Kenny 他几乎有翻倍了 现在我们是还剩五位玩家 这Jason Quinn出局为第六名 奖金是236万港元 那么在淘汰掉Jason Quinn之后 我们的Brain Kenny 又从短筹码 重新上升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码量 目前他应该是依然拥有25个大毛左右 我们知道SnapShop他没有把我们这里 就是前注算进去 因为这个圈 不是 我意思是说他大毛 他有一个12.5的选项 不是 但是这个不要忘记是Big Blind Ante 那就意思是说下一把 他先放两个大毛 所以这样并不边缘 我觉得他这个欧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一旦如果下一手牌 没有等到范围里的牌 那么他就一下子从 十个大毛变成了八个大毛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职业玩家 会有点调整事 因为有这个Big Blind Ante的原因 他们不想损失这么两个大毛 对对对 不然的话是可以等的 对 而即使是不考虑到BB Ante的问题 在枪口位依然可以很有很正EV的去推出圈勾O以上的排力 那么只差了一格 弥补了他BB Ante的一个烈势 那么的确是一手是可以推All-in的牌 那以后我们会看见更多的赛事 会由这个Big Blind Ante来做潜注 这也导致就是很多玩家在翻牌前 要记得每副牌都要拿出个Ante 然后有时候还要找零钱 也是挺烦的 那这样要让比赛速度更快 那也不会发生这种 谁没有付Ante的问题 对 那Ivan说整座都是土匪 亚洲土匪跟美国的土匪 Ivan Liu 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玩家 在桌上一直都是瘦瘦下小 我们可以看到越是打得好的玩家 他的脾气都越好 因为如果没有很优良的情绪管理能力 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牌手 对 特别是Ivan Liu 他应该败病人家很多次 所以被人家败病也无所谓 那他当然也没有任何资金方面的压力 我们看见这个比赛 亚洲的其实几位玩家非常厉害 在这样的那么好的学生里面 现在是有剩三位马来西亚外交 好 这里在做了一个两万五千的家族之后 遭遇到了大盲位置的 多了 Ivan问你要不要我call Brencanny回答是我们不是说好要单挑的吗 另一邊嗎? 翔哥,另一天,另一場比賽 六位這次,你當中了一場比賽 你沒有太多屏幕了,你沒有太多屏幕了 對嗎? 對,我很幸運,只要一場比賽 一場比賽的比賽 I started off the tournament very hot and made a bunch of big hands and got a lot of chips Today I just basically would have three-deuce off every hand And that's okay Some days you have good hands and just get cooler and bust quickly Getting six in this tournament is a great result Obviously you want to win every flip you're in But that's just not the way the situations work out It's a great result all things considered And now you're going to give yourself a bit of time off Are you hopping into something else immediately? No time off for me I'm going to have a coffee and take a couple deep breaths And then play this million short deck And coming into an event like this Do you set yourself a target of like four final tables What would you be happy with walking away from an event like this? You know tournaments especially just four or five or six tournaments You can't really expect anything over the course of a week You know if things go well that's wonderful But you just try to keep your energy right, play right Try to keep my nutrition and my brain working And you know these things are a sick grind Coming here and playing for seven days straight Playing cash games and tournaments and just never stopping And basically by the time I bag up chips every night I just go to sleep and wake up and I'm back at it again And it's just really really intense So the goal is just to show up and try to put some A-game poker together And the results will come Well good luck with that continue grind And that will keep an eye on you in the short deck Thank you Thanks Jason That is too beautiful That is really exciting You want to be happy with that That is really comforting And the win That is really cool Now from all the season We were wondering That is really cool This team is feeling Just a lot of people I guess Martin If you don't have a cup Now from all the season Well Barang But That is already cool Oh That is really cool Well 再来短排第二轮的比赛 直播 那这里采访也有问到 就是Jason Kuhn 他这一周是不是希望 带回家四五个决赛桌呢 他的回答却是 我就打我最好的排技 然后呢 吃得健康 然后呢 把自己就是放在最高境界 想办法就是表现得最好 也没有对就是多少个 final table有指望 对 高手都是不求成绩 他只求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 打好每一手牌 对 那他说他现在每天都是 装袋睡觉起床打牌 跟我们做直播差不多 我们也是做直播 睡觉起床 再做直播 对 而当我们 在赛全秘籍的时候 我们也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对 过着这样的日子 因为这些比赛都是 最少七天 对 我们一般什么EPT 什么澳门赛事 扑克执行一般的比赛 都是两个星期的比赛 那这每天都有举办比赛 有时候一天有两三场的比赛可以打 对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 我好像淘汰过三个比赛 一天 一天吗 对 我最累的一次是 在EPT的时候连续打了十个日夜 就是因为之前打两个边赛 然后都打到了泡沫期 然后遭到了cooler被淘汰 所以打得非常的累 对 每一个都打到de2 然后结束 然后主赛是打到了de6 非常非常的长 真的有时候 你花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在泡沫期 出局的时候会让你比较灰心 也还好 主要是精神上也会疲劳 然后体力上会更加的有负担 这德州比赛 有时候真的像马拉松一样 这桌上要做一整天 然后不停的是要 用你脑子去思考每一首拍 对 我记得在打到第十天的时候 我就是已经捆头垢面了 都好像在梦里 对 头发也很油 然后 你没有洗头吗 没有时间洗头 没有时间洗头 就是 有两个晚上没有洗 打得次的时候还洗头 然后